ok 今天来聊一个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一个事情 就是粮西跟福洛兽之间的一个 就是相互的公邪吧 就是这样子 这个事件其实 大家可以去推特上搜一下 都是关于这方面的事情特别多 然后今天 反正这个话题是一直在发小 就关于两个人之间 然后粮西这些 然后我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 其实之前我看到 有人说就是粮西 他当时呃就是 其实就是资金规模已经过了千万 但是后面现在现在借钱 然后去做这些 然后嗯 就是现在已经沦用了读葛代名词 呃就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从千万的一个资产规模 现在沦用读葛代名词 而且欠了很多钱在外面 然后福洛兽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他那边的事情大家可以去上搜一下 嗯 然后就是我对这个问题感到特别有兴趣 原因是另外一个视频就是之前在 凉西还特别厉害的时候 他自己录的一个视频 我发现这个私信最多的还有评论的就是 像你这种玩法早晚爆霉 高杠杆早晚爆霉 我见过太多人高杠杆像你这样 赚了一笔之后最后爆仓离场 首先嘛 你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跟他们是有一个不同之处的 他们为什么会赚到之后爆仓完离场呢 因为他们抓住了一波趋势 赚了一大笔之后 觉得自己牛逼的不得了了 然后当趋势错误的时候 他们选择了扛单 借贷款 最后导致了倾家荡产 但是我很清楚 我赚钱是因为偶尔猜到了庄家拉盘和庄家砸盘 偶尔跟着庄家吃上了肉 我才他妈赚钱的 但我不可能猜的很准 所以说当我亏钱的时候 我的趋势是错误的 我最多我就亏了我本金一半的钱 我就选择止损了 这是我自己的规则 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能去扛单超过一半以上的钱 自凡是看我收益图的都知道 前天我止损了一千 ok 我们看到这里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多人其实也有这个疑问 之前他的 其实他的认知 然后他对他的交易策略 其实是很比较安全的 但是为什么会现在变成这样 好 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后面再说 我们刚才看他的视频 中间有一段 他在亏损达到50%的时候 他因为他是做合约吗 达到50%的情况下 他会直接去止损 然后就退出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 为什么这样会比较好 我们先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我们先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 就是说合约不好 那么合约和现货之间 就是他们的收益度来说 哪一个在三四年后 我们的收益率更高 就是说长期投资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就是这样去写一个小代码 我们去实践一下 就是之前我这边去实验的时候去 在拆拆gpt这里面去 有去 有去这样去做一下 就看这个 其实这个不是特别完整 就是我们只是 呃 去大概去说明这个问题 但是可能代码 就是如果去深圳 深入去当学术去研究的话 肯定就是不合适的 好 我们复制一下代码 我们去调试一下 其实大 这个只是说我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不是说呃 大家一定要去写这个代码 我只是当时想到这个问题 然后我去 呃去调试了一下 好 ok 我们去把这个代码导入 我们修改一下这个代码 好 我们这样去让他可以去执行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呃 第一种情况就是说 呃我们不论哪种就是 就是情况我们都是呃 你有40%的概率去盈利 然后60%的概率去呃亏损 然后第二个也是就是说 你体验一种是你去做合约 然后你40%概率可以达到两倍 60%概率每次的话可以 就是你的合约亏损可以达到90% 然后第二种就是你现货 呃你40%你就是你呃 呃收益率是8% 然后60%概率你的收盈 减你的收盈率是负8% 然后我们假如说呃 按每一年去计算 然后循环30就是30年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最后结果 嗯 好我们把这个代码再去改一下 我们只输出最后一次结果 我们就不需要每次去输出 免得输出很多的代码 好这个第一个函数就是我们这个 嗯两倍吗 两倍就是呃合约的就就是合约的 合约的一个 方式 第二个就是现货 好我们去执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结果 嗯 嗯 好我这个好像代码有问题 这个这个环境有问题 好我们 退出这个我们不用这个 嗯 不能这样我们直接去这样去执行吧 嗯 因为我这个环境没有去配置好 就是派送的环境好 就是第一种情况是就是你 你去做合约 然后其实你30年后你的你的本金 因为我我们的本金都是100吗 然后会归于零 然后如果是现货的话 可能是56 56% 然后我们再多试几次 因为每次的话 嗯 结果会不一样 呃原因就是 但是你看每一次 就是基本上你的现货 你最后的 呃引力都是0 我们看一下代码 是不是有问题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的 1.08好 8%好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假如说我们呃就是 调一下这个就是 呃盈利的概率 我们我们 60%的概率 我们去盈利 然后都是60% 就是我们现在优化了 就是我们有经验之后 我们的胜率提高 我们试一下这个结果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如果去依然去去做合约的话 你的最后三十次的结果 依然会归于你 然后你做现货的话 可能是两倍的收益 嗯 嗯 呃是这样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来看良希 他之前大家千万他说到一个自己有个特点就是 呃如果 亏损50%的情况下他就会 就是去 做那个就是止损 那么我试一下就是说我们强制在 合约亏损50%的情况下 我们去止损 就是说我们每次只亏50% 我们看一下结果 ok看一下 就是这个合约成功的就是 我们看见到 因为每次执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最后去算那个 呃平均的那个 就是值就是算到一个最好的值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明显现在 就是你如果我们的呃 胜率达到60% 然后我们的 呃每次达到50%的情况下 就是亏损50%的情况下 就是亏损50%的情况下 即时止损 然后呃 每合约每次最多可以增两倍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的合约大概率会去比我们的 嗯就是我们的现货要收益率高 收益率高 这就是 这就是最后我们得到一个结构 大概概率上来说 就是我们只是大概看一下这个代码不一定就是 完全切合这个现实 好那我们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呃既然我们在懂得这个就是我们即时止损的情况下 那么 嗯 即时止损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 呃 为什么就是良息之前能达到那个那个资金规模 但是现在却就是沦为赌狗就是变得其实网上其实大家的一个心态其实就是嘲笑吗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原因 其实很简单 就是人性 呃我跟我朋友当时我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去说了这个话题就说了这些一个我运行的结果他们就直接说了一个就就就人性逃不过其实你在这个做合约赌的过程中你的呃欲望是会膨胀的你不会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去看自己的一个这样一个行为 只会就说我觉得嗯我现在挣钱的那我肯定是很牛逼的然后把自己的呃就是判断就监禁自己判断会就会这样子最后导致这样的结果嗯 嗯呃其实嗯不能说哪一种交易模式更好但是就是说呃对待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的交易策略还是要理性 理性再理性就是我我是这样认为的呃然后嗯不同的人对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其实还是要看自己个人的情况就是嗯关于这方面考虑的话大家可以去就是再去如果有什么自己更新的一些理解或什么其实可以在那个评论区去 去留言我看到之后其实可以讨论一下好就这样今天